杰西卡夫人当然明白 自己老公普朗西斯的心思 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 故意激怒对方 爷顺着普朗西斯的话 对着面前这中年婆娘 一番嘲讽 老太婆 看样子 你活了几百年 应该还是单身吧 那可就真的太遗憾了 恐怕你这辈子 也享受不到拥有男人的乐趣呢 果不其然 这夫妇二人一起撒狗粮 彻底激怒了眼前这个中年女子 庞大的肌肉 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膨胀 而后开始分化出了 一道又一道深绿色的巨大触手 庞大的触手分化的区域 则被眼前这个丑陋的 中年婆娘的精神力所掌控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 普朗西斯夫妇的背后 触手在诞生之后 第一时间对着普朗西斯夫妇 发动了无比可怕的强势进攻 只听轰然一声巨响 庞大的触手狠狠地拍在了 普朗西斯原本站立的位置 若非这夫妇二人洞察力十分强大 恐怕这恐怖的一击拍下 两人已经身受重伤了 好恐怖的力量啊 果不其然 长得丑的女人 就是可怕呀 杰西卡夫妇一脸胶着地 抚摸着自己的胸口 再次将绝美的目光 落在了眼前这中年妇女的身上 然而对方根本没有放弃 穷追猛打的节奏 一边吃着狗粮 一边发了疯一般 进攻普朗西斯夫妇 越来越多的触手能量体 出现在了夫妇二人的身边 老婆 你我这样打下去的话 恐怕早晚也要被这个疯女人拖垮的 这些触手能量体 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潇洒而消失 如果我们集中进攻 这些触手能量体的话 那我们所打出的进攻 又没有办法伤害到她本人 这根本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呢 原本你我二人 剩下的体能就十分稀少 如果再这样跟她耗下去的话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 就在二人绞尽脑汁思考对策的时候 二人的那个随从凭空出现 正是那个被徐扬赋予了欲望之种的俊美少年 紫色的瞳孔立刻锁定在了眼前中年夫妇的身上 主人 我来了 紫色瞳孔的少年在落地之后 第一时间吸引到了眼前中年妇女的目光 儿子婆娘根本不清楚对方是什么套路 在与之对视的一刹那 精神世界立刻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脑海当中出现了无比强大的欲望 扰乱了原本的作战节奏 中年妇女疯狂的怒吼声不断出现 也正是因此 她身边的触角开始停止了增长 整个人就这样站在了原地发了风一般的呼喊着 果然是那少年的欲望幻境暂时控制住了对方的中年妇女 这小子最强大的力量便是能够掌控敌人心中的欲望 使之不断的膨胀 而后介入没有办法争夺的梦境当中 我就知道你小子能够及时出现了 现在情况如何了 普朗西斯开口询问 自己这个随同少年也没有隐瞒 一脸自信的回过头 机灵主人 这家伙已经沉浸在我编织的欲望梦境当中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瓦解他的攻势 杰西卡夫人也问 很简单 只要夫人您释放精神力进入他的幻想空间 就能够进一步化解他的全部攻势 当然也可以略施小技 让他将进攻步标变成他自己 杰西卡夫人何等的聪明 立刻露出了一丝绝美的微笑 而后缓步上前 到了这中年妇女的面前 打出一道无比强大的精神力 进入到他的幻想世界当中 而后将自己绝美的容颜 复制到了对方的欲望幻境内部 你是谁 眼前这中年妇女 一脸警惕地看着梦境当中 杰西卡夫人的容貌 杰西卡夫人借助自己强大的精神力 继续在梦境当中与之沟通 我就是你自己啊 你不是渴望得到绝美的容颜吗 那么现在 就用你无比强大的力量来交换吧 听凭我的指引 你就能够获得绝美的容颜了 果不其然 被欲望掌控的中年妇女 再也没有任何挣脱的可能 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现在释放出你最强大的力量 将所有的力量 编织为触手能量体的形态 而后 锁定在我为你制定的目标 作为进攻区域 只要能够打碎你的心魔 你就能从梦境当中挣脱出来了 早已经被欲望彻底控制的中年妇女 根本没有任何挣脱的可能 顺从地听凭杰西卡夫人的指引 第一时间释放出了数不清的触手能量体 足足有几十道 每一道都有数十米的规模 看那梦境之外的子谋少年 以及普朗西斯二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普朗西斯一脸凝重的说着 他这话根本一点都不夸张 光是这些触手能量体释放出来的力量 就能够一回合 秒杀普朗西斯和杰西卡夫妇当中的任何一个 好 我倒计是三秒钟 爆发你最大的力量 打碎这道换体 杰西卡夫人最后一道命令发出 而后立刻带着普朗西斯 以及身边的子谋少年 撤出这片区域百米开外 到几十三秒钟最终降临 这沉浸在自己的欲望梦境当中的中年妇女 终于在最后关头爆发出了自己最强大的力量 数不清的触手同事砸下 稳稳地落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梦境的确是挣脱了 可现在的他已经被自己狂暴的力量 砸得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 在看清这个真实世界之后 便昏死了过去 胡朗西斯几人皆是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属实是有些后怕 因为刚刚那一瞬间爆发出的力量 早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抗拒极限 甚至是拥有子鸡灵力等级的顶尖强者 再遭受到这中年妇女刚刚致命一击的话 可能都要深受重伤